今天你算是逮着了 平时你爱吃大卤面的朋友 这期视频千万不要错过 川哥更新五种口味的 大卤面的卤制作方法 首先我们准备第1种 肉丁茄子卤 第2种香菇豆角卤 第3种西红柿鸡蛋卤 第4种三鲜卤 第5种尖椒又丝卤 下面我们开始制作 锅烧至木烟加入凉油把锅制一下 锅留少许底油 放入肉丝 把肉丝炒熟炒香 放入大葱花 增加点香味 再放入金椒丝 简单翻炒几下 炒出辣辣椒那个清香味 然后加入蚝油 放入生抽 加入清水 加入盐白糖味精调味 调好味之后 加入丝淀粉勾芡汁 此菜 芡汁一样勾的稍微紧一点 最后淋入葱油 第1个卤就做好了 下面我们开始做第2个卤 首先锅中加入那个撕拉油 放入鸡蛋把鸡蛋液炒成块段 再放入西红柿 然后简单翻炒几下 加入清水 再加入精盐 味精 白糖调味 然后撕淀粉打芡汁 芡汁打完 这西红柿鸡蛋卤就做好了 下面我们准备第3个卤 首先锅中加入清水 下入虾盐 虾盐焯熟之后 下入腐竹跟木耳 全部焯熟 倒出控水备用 炒锅水分刷净 再次放入葱油 然后放入葱姜蒜沫 把葱姜蒜沫炒香之后 放入蚝油提鲜 生抽酱油 再加入适量清水 把虾盐辅竹木耳放入锅中 再加入精盐 味精 胡椒粉调味 最后再用四点粉打芡汁 芡汁打好淋肉少许葱油 三鲜卤就制止完成 下面我们准备第4栋卤 锅中加入清水放入食用油 再下入豆角 把豆角焯焯水煮熟 倒出备用 然后锅中下入葱油 下入香菇丁 香菇炒香之后下入豆角 继续翻炒 加入蚝油 生抽 再放入适量清水 然后开始调味 加入精盐 鸡精 少许白糖 最后撕淀粉打芡汁 芡汁打好淋肉少许葱油 这样香菇匀豆卤就制止完成 下面开始准备制作第5种卤 首先冰锅烧热 加入适量食用油把锅制一下 然后倒入锅中宽油 下入猪油 再下入肉丁 把肉丁炒熟炒香 下入茄子丁 简单翻炒一会 把茄子丁炒熟炒香 然后放入蚝油 生抽 加入清水 再加入四三香 少许老抽提色 再放入味精 白糖 盐就不用放了 因为这个 酱料放得多 咸味已经够用了 这四点粉打芡汁 这样 肉丁茄子卤就做好了 大家好啊 这个卤炒好了 尝尝这个 分别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 这七红柿鸡蛋卤吧比较清淡啊 非常非常清淡 这鸡肉挺辣呀 这鸡肉挺辣的 鸡肉还是比较辣的啊 鸡肉挺辣 这个三鸡肉非常的鲜啊 鲜味挺足 而且把这骨竹的口感 也非常的 肉啊 非常那个肉度的 鸭末 而且非常的脆啊 这种 口感挺好 豆角香菇的啊 豆角香菇卤吧 香菇串哥用的是那个甘香菇啊 所以说吧 甘香甘香菇那个香菇那种香味啊 非常的浓郁 切肉丁卤啊 这鸡丁卤就完全就是说 东北的口味的 十三香 酱油 炸这个卤吧 串哥您哎 告诉大家一个分享一个什么心得呢 炸卤这个这个卤啊 一定要说咸一点无所谓 你千万别炸 别把卤吧炸的蛋了 你卤炸大了 面条没有味 一半半天吃 啥味没有 那么所以说卤 你稍微咸一点没毛病 那么这个卤 待会有什么想做的 不会做 可以在评论区里边留牙娘 车哥您抽时间会 更新相应的救场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伙人喜欢车哥的美食视频 别忘了转发 收藏加关注 车哥您谢谢大家的支持